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讓我感謝你 OK 繼續來玩我們這一款 光系結語 好 一樣的公告 10天啦 應該是10天測試這樣 好 那我玩這個遊戲的第四天啦 那我昨天影片後已經把冒險結到第二幕了 主線的部分啦 主線的部分 這邊 第一幕快結束了 第一幕快結束了 然後 然後 這邊還有一些支線任務什麼的都沒有做嘛 你可以直接自己跳過來做 然後已經開了那個 日常任務跟週常任務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美日 美日任務 完成任務之後他不會給獎勵 他是給寶箱 他是給這個寶箱 我待會 判所中打開一個寶箱就可以做了 這個還沒開 這個要18級 這個還沒開 這個還是第一幕 第一幕還沒做完 這個待會應該可以做完 然後每週任務 哇 每週任務有點多 都還沒有做 應該說都還沒能做 這個是怎樣 跟好友一起玩 退出退出退出 先不管吧 然後角色的部分 我把我有練了這6隻 7隻 1 2 3 4 5 6 7 我現在可以用7隻啦 因為15級的話可以再開一個位置 我現在用7隻 15級可以再開一個位置 我現在用7隻 然後到時候20、27上我可以再開嘛 總共就10隻啦 這個遊戲可以上10隻 然後我角色都已經升到20級以上了 升的方法就是 你在這邊升級的時候 20級之後他就會要求你 有特殊的資源 那個就要去掃蕩 掃蕩看是要掃蕩精英啊還是 一隻第4張還是第3張還是第2張 要看一下 那我就沒有這個經驗輸入了 因為不太夠 所以就稍微升到27級這樣子 就剛剛大概玩了一個多小時吧 一兩個小時的進度大概就這樣 好我們就繼續來啦 那這邊是 通關的部分喔 你們看一下 第1張嘛 有普通菁英 菁英的話只有4關而已 就是 這是普通嘛 普通的話有1隻1到1隻8嘛 然後中間會有一些小關卡 通關之後就沒有了啦 菁英的部分也是 就1隻1到1隻4而已 然後是12顆星這樣子 好第1張 第2張 第3張有點打不太過吧 慢慢的有點打不太過有沒有 就不擠啊慢慢來 然後你就順順的打過去 第4張就開了 第4張我還沒打 我們打一場吧 這邊應該不會很難吧 第4張 他的遊戲 就沒有自動 目前沒有自動 我先上我最強的啦 這隻最強啊 你可以直接把這隻幹掉 不用管這個 好等一下就直接過了 就直接把那個 對方這隻boss 指揮官幹掉之後 他小兵就叫不出來 就會過了 所以你不一定要等他把小兵全部叫出來 普通不會太難啦 菁英會稍微難一點這遊戲 然後召喚的部分 來看一下喔 當期是新手卡池10點召喚嘛 可以選10次嘛 然後你看這個限定招我沒有嘛 這種 這種沒有就兩個 那這種的就有了 這種有 20抽 這個東西叫做什麼 邂逅之源 邂逅之種 不是那個原神 糾纏之源 奇遇之種 跟原神一樣 也是有兩種啊 現在很多卡 現在的卡池都是 會消耗兩種資源 然後一種是很容易拿到 一種是要花錢 比較容易要花錢 這個應該是常駐吧 然後 今天又開到兩個啦 上一期是只有這兩個嘛 這個是機率提升的嘛 然後今天開這個 是上要開的 這個也是機率提升 然後這個是限定招喚 我不知道他的限定招喚是怎樣 是不會復刻嗎 反正也是六星嘛 反正我是沒辦法抽 隨便抽一下吧 我們隨便抽個這個 我看一下這隻角色什麼定位 好這個那個我們新手也有 新手卡池也有這一隻 這一隻勒 持續時間使全部友方單位 傷害 免傷喔 可以補血嗎 感覺這隻是輔助耶 一個護盾 這隻應該是輔助吧 那我們來抽傷害吧 好我來給20抽吧 我這個遊戲玩到現在就是 打起10抽 那今天就20抽了 抽到了嗎 不知道 3C 3C 重複的話會過的這個是不是 20個碎片在這個系統 這個東西就可以去 結羽喔 它有一個類似 我們大概看啦 也是有類似雙星的功能 好這是新的 13 COS 13 有一個5星的 COS吧這重複 COS的10 有一個5星的 就是新的 這隻有動畫 為什麼有的有動畫我不知道 加力卡 加力卡 都有啦 好推薦信 我們再來一個實驗抽 機率應該不高啦 我不知道它的那個 保底機制是怎麼樣 還要 待會兒再來看一下 有點忘記了 4星 其實角色都還蠻可愛的嘛 這個 陽閃怎麼長這樣 抽到了 抽到了是不是 抽到了 現在還蠻好抽的遊戲 這樣就抽到6星了 我當然是練6星啊 肉帶也練 OKOKOK 抽到了耶 好容易抽到喔 機率2%啊 2%的話你要50抽啊 50抽裡面有一半機率抽到這隻利亞 有沒有什麼保底機制啊 這個要再研究一下 先不管嗎 好利亞 我現在沒有那個經驗書啦 只有一本而已 結語就是會消到碎片 有沒有這個結語 呃我們來觀察一下啊 你看這邊 它會變成一格嘛 12345 你就把它想像它是升階吧 就加1這樣 呃 烏烏忘我 提升效果 衝刺結束恢復一點廢用 別說我先結語 然後它這邊就會提升了 你看有沒有它提升了 這邊效果就變成說 震王時返王三點廢用 欸這還不錯喔 它的效果還不錯 原本是這個嘛 它現在變成這個 我不知道是兩個都有還是說 都還在 可能都還在吧 角色技能可能都還在 美麗的洋服 感覺很高 進洞 沒有啊這個沒有 就是你要去 看它的那個 技能 技能在這 這個就會開技能 就開這個技能吧 開這個 一開始應該是這個吧 看一下 反正我們現在自閃吧 不知道 我不知道它代表 代表我現在是這一個還是這一個 因為我理論上我應該是生一個吧 所以我現在應該是這個勿忘我吧 我在想 因為能看角色的部分 好像 詳情 就這樣子而已啊 喔這裡 你看勿忘我 有沒有有沒有 我現在是勿忘我 登場機勿忘我 我來看一下喔 呃勿忘我閃源切割途徑 那我們剛剛那個 結宇的部分 自閃喔 我來看一下 閃源你看自閃還沒開 自閃還沒開 所以我現在是 從這邊觀察起來我現在應該是這個效果 這個應該是指這個效果 所以我現在是勿忘我 然後這感覺就是被動嘛 這個是登場機啊 好大概是這樣吧 然後這邊就是 切割啊 閃源的一些效果吧 無論如何 最後是勿忘我 的提升又提升了 好大概這樣喔 結宇就是 把你的那個技能啊 主動技登場技 還有一些什麼被動 提升效果 或是 開啟 那你就可以結宇了啊 就是你抽到那個 角色的部分啊 剛剛還有抽到蠻多的嘛 但是都還沒練 這隻抽到好幾次吧 是不是 沒有這隻沒有有一隻 我記得有一隻我一直抽到 你看這個抽到兩次吧 好像 給30片是不是 還是20片啊 因為有的遊戲是 紫色 紫色或是綠色或是藍色或是金色 它給的那個碎片不一樣 這都可以解 都可以用吧 就是到處再說 反正這是美少女 美少女卡牌遊戲 好我們來解任務 又花了10分鐘嗎 報告我現在進度 然後 抽了20抽 然後很容易就抽到六星卡 運氣不錯 我現在兩隻六星 六星真的比較強 好我主線的話 上一期解完了嘛 我就自己去把他跑完 然後那個 原來那個管家 就是 主角 那一隻叫什麼 這個角色 他好像沒有出現在我們的 主角群裡面 上一期之前都在講他的故事啊 突然想不想他叫什麼 就一個鳥龍啊 那個女生 角色看一下 竹爾 竹爾 對竹爾 他的那個管家緣還是他爸爸 他爸爸 就化身管家 那個管家就是那個伯爵 看到那個 看到那個 有點 怎麼這樣子 劇情怎麼突然變成這樣 好我的寶箱開了嘛 所以那個日常任務應該做 可以探索一下 看你要不要探索 他這個探索就是 讓你收集 收集東西 讓你好穩定 讓你覺得好玩 有趣 然後那個 木桶的部分我已經有錘子了 所以遇到木桶的話 我應該是可以把它錘開 但是真的好像沒有木桶 你看這個要錘子 這個錘子是上一期拿到的 好啦我們就 前往市政大廳吧 遊戲還是可以玩的啦 遊戲還是可以玩 可惜是三檔測試吧 沒辦法現在玩的就是浪費時間 大家不要玩 看我玩就好 有興趣的話搞不好 又穿越時空啦 就影片是這樣 就是我這個時間是8月13號做影片 8月13 8月14 那搞不好是兩三個月之後遊戲 才開補嘛 那你就可能就會收到我的影片 就可以先預演一下 預先看一下這個遊戲要怎麼玩 至少應該有點幫助吧 對大家應該有點幫助 未來的你應該有幫助 如果你想玩這個遊戲的話 可以提前知道一些 東西 我現在的這些 我現在的做這個任務 還是 嘉年華 七日那種嘉年華的第一天而已 也就是說你第一天可能要乾個10個小時 才乾的完 沒有那麼誇張啦大概5-6個小時吧 我大概玩5-6個小時 才有辦法把第一日做完 你說這個遊戲 那個七日嘉年華因為你要走主線要做很多事情 才可以把東西打開 我現在是玩到第4天 但是我前幾天都只有玩大概30分鐘 然後昨天跟今天有稍微在玩1-2個小時 錄影片前 所以 大致上應該有玩5-6個小時的啦這個遊戲 可是這5-6個小時我還沒有完成那個七日嘉年華 的第一天 他指定的那些任務 所以還算是蠻花時間的啦 出現了一個 身材 衣服 物料 比較少 在大陸手遊過得去嗎 都這麼多耶 大陸手遊都包得很緊 常常就會有特別版啦 海外特別版跟大陸特別版 大陸可能就包起來了 把它塗滿 然後海外版可能就比較暴露一點 比較裸露一點 但是沒有18禁 好 上花港的女武神 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隨便玩隨便看 反正就是打架 這是他啊 一副就是女武神的感覺 女武神就是要拿槍跟盾 這是他士兵吧 好可愛喔 很像那個中世紀的那種 斧頭兵 戰斧兵 還是兔爾加頭盔 奇怪這是什麼什麼什麼元素啊 凱希喔 凱倩 這個是應該念倩吧 凱倩 拉貝爾 出來了這個應該也是 六星角色吧 一副感覺是六星 我不知道 那已經沒有語音了齁 就 第一幕的那個 那個主角有語音 其他人都沒有語音 很可惜 成本考量 成本考量 沒辦法 這遊戲比較偏單機 我覺得比較偏單機 就是你不用去跟人家 組隊啊 不太需要吧 看起來好像沒有 有沒有有PVP嗎 可能有競技場啦 競技場就打人家的組合 AI組合 應該沒有那種實時對戰 應該會匹配不到人 而且這種塔房遊戲 你比戰力了啦 比傷害了 你怎麼跟人家實時對戰 就課金為王啊 他拿著一把這個 剪刀喔 好像拿著一把金剪刀 我點快一點 就想看的人就 至少稍微看一下 我不要跳過了 就稍微點一下 反正就只有對話 好離開 一樣啊你可以探索啊 這邊裡面一定都有東西啊 然後就是探索 你都就拿這個冒險之刃啊 經驗值啊 金幣啊 就看你有沒有興趣 薩克 討伐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打BOSS 是不是 好這個那個 布魯克村有一個黑龍一年底我知道啦 感覺每個地圖都有個BOSS 然後消耗減半就跟那個原神一樣 原神也是一樣 打那個 風魔龍什麼的 北風狼什麼的 也是要消耗60體地然後 一周會有減半的機制 三次減半機制 一模一樣 都超來超去 學來學去 我們 跑一下吧 好劉武神回來了 他應該是劉武神吧 敬衛團代理團長 我們是提燈博取 劉武神這一集 劉武神 有沒有遲到 我遲到我家 他沒有自動行走沒辦法 點了一下不會自己行走 沒有發現自動巡路 所以如果你是懶人的話這個遊戲不適合你 因為戰鬥也沒有自動 走路也沒有自動 劇情特別多 對挖特別多 這個好像是角色 奧菲利亞一個角色小丑角色 這跟藍市民要給他打散 劇情太多啦劇情太多啦 很像在玩以前的PC遊戲 單機遊戲 充滿了劇情 馬爾地打 我們沒有我們是解圍的謝謝 反正就是要打架啦 好戰鬥開始 結果對手是一個士兵耶 我們直接叫我們最強的角色 看到了齁最強的角色 所以我嘲諷一下 嘲諷一下 大砲 輸出角 就是你要知道你的角色現在是要輸出還是要補血還是要坦 還是要幹嘛的 我喜歡先叫那一隻我的六星角 我之前有說嘛就是你召喚出來 他有傷害然後又有一隻狗在那邊吸收傷害 等於你一次叫兩隻角色出來啦 絕對是比較有優勢的啦 好我們跳過吧 OK 還要去最高法庭喔 我們再來跑一下吧 不然我們去打那個黑龍好了 這邊好像沒有出現討伐耶 是不是好像沒有耶 要進去才有討伐是不是 我要給大家看那個任務 我不是開寶箱了嗎 不算喔 在地圖探索中開個寶箱 我剛剛那麼多寶箱不算嗎 好奇怪齁 那個寶箱有限定是不是 可能有限定吧 我來打一下黑龍看看可不可以打過 我只會點進來 這邊沒有那個討伐嘛 這邊沒有那個討伐嘛 那我們先進來 也沒有討伐嘛 我來看一下喔 還在第一幕 花扇心醉 對耶 對耶 那個七年加年火啦 竹風之旅七日 你們看我還在第一天 我玩了那麼久了喔 你們看 這邊 我要完成這個耶 還沒有 然後這個關卡到47 我也還沒有 然後這些我都還沒開 元素法則這個應該是副本吧 收集資源 你看我這個七天裡面的第一天 我都還沒完成 第二天更不用說 啥啥 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 所以我就說這個遊戲那個 這個七日這個活動 很難 很花時間 我玩過別的遊戲沒那麼誇張 就是你大概 順順的玩每天一點點都可以完成 就是你第一天可能就完成七八成 第二天又完成七八成 第三天你可以順便再把第一天也做完 做完到第五六天的時候 前面大概一二三次都可以大概完成 它這遊戲全部都鎖起來了 鎖那個主線啊鎖關卡都鎖起來 所以這些都還沒有開 什麼競技場這些都沒有開喔 這算第二天喔 所以你們到時候如果要玩這個遊戲的時候要注意 就是要花很多時間去做這個任務 看看這個東西你要不要吧 感覺也還好耶 就邂逅之種 就兩個三就五抽而已 然後這個角色吧 五星角 我就覺得還好耶 這個額外獎勵是還好 那這些獎勵可能 那再看看 大概是這樣啦 大概是這樣啦 我覺得那個竹風之旅就是七日加年火 有點難做 我玩這遊戲已經算第五天了吧 第四天第五天了吧 劍場我連第一天那個都還沒做完 第二第三第四天完全沒有完成的半個 所以覺得怎麼怎麼這遊戲這麼奇怪 這個要過來啦 我們之前有走過去 他不會直接傳送他自己走 真的很奇怪這遊戲 也沒有很奇怪 他就是 這個可以看 就是 他把它弄成說 你可以在地圖上行走 而不是那種單純的通關玩法 就用跳的 這個一定打不過我 25級喔 記得我第一天的時候打不過他嗎 嘲諷一下 不急 你看我們這隻 這隻狼很厲害啊 第一選 砍了好幾下 好過啦 好來打那個黑龍 可能我打不會打不過 我覺得我可能會打不過 他 在上面 提示在上面 怎麼怎麼走啊 我看一下 這樣過來是不是 OK 先走到那個 污染的地方 這邊有一些支線任務 我也可以來做 要接啦 這個資源好像會一直長出啊 就是你久久 你看這個 他指的是不是這個寶箱啊 我來拿一下好了 打出我最強的一張卡 打出我最強的一張卡 其實控制可以留著 留著AOE 哈哈 好殺 好 是不是這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寶箱啊 因為我剛拿了這個要用火去燒 我之前有 好我們來打打看 二五喔 減半嘛 可以組隊是不是 好像可以跟其他玩家組隊 這邊我們最好是 叫防禦出來 小兵還好沒有很痛 有點痛啊 打一下吧 有的這種 指揮官很強啊 還好三排一血 還有 還有怪嗎 不行了我要叫附我 我這樣打不太過了 我們這隻很弱喔 這隻 這隻我覺得可以淘汰 他費用是8而已 我記得他費用是8而已 然後一分半嘛 一分半如果沒打死的話我就輸了 好 我可能15隻以上 但是他有沒有三星通關 看一下喔 這個是鍛造 做武器的是不是 抱歉我想看說 但沒 但是打過了啦 我這個二十幾幾 二十來幾 還是打過 他就沒有自動啊 那遊戲也不用掛機啊 放置掛機一天領一次嘛 然後那個 關卡直接掃盪 也不用任何掃盪件 只要你有體力就可以掃盪 也就是說這個遊戲 換句話說 他需要掛機 但是你就是玩的時候就是要手動 沒有自動這種東西 我這樣算任務完成了嗎 算了算了算 所以你要在地圖上 打開那種有怪物防守 有怪物守的那種寶箱 這樣我這個每次任務就完成了 每次任務就完成啦 這個我都還沒有辦法打 沒有辦法打 因為那個鎖等級啊 然後鎖關卡 所以我才說你那個主線應該是擠 好那今天就先玩到這邊 我會自己再去跑主線的 我把它解一解就空了 好的我是漢魔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